今天来到路虎的缆胜之旅 迎接我的第一站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部初代缆胜 它在1970年的时候正式的上市 而且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我们现在在这台车上 就可以看到路虎最为经典的设计之笔 首先是悬浮的车顶 还有从车头贯穿到车尾的笔直的腰线 还有稍稍上扬的这个门槛线 这也被称为是路虎创世金线 现在在2022年上市的第五代缆胜身上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些纯程至今的设计精髓 初代缆胜的不仅是汽车设计工业史上的一个典范之作 同时它也充满了艺术之美 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 它曾经在巴黎的罗浮宫展出 这也是罗浮宫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汽车的产品登上展览 《懒胜之境》是一场东西方美学的交汇 深远持久的美是在安静中投入创造 在从容中积蓄力量 当中是时尚风韵汇入懒胜之境 毫无疑问 这红金配色的龙 最能展现出懒胜的亡者之词 叶锦天老师的龙袍 每一缕金线和刺绣的交织 都是现代手工艺和古老传说的碰撞 然后下午在4月12号 我们是发布了蓝胜运的SV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 一种很安静的生命 跟你的手工艺 好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它在线上 来到顶楼呢 首先应用眼帘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 天蓝色拼古铜色的蓝圣SV 那么它的颜色其实特别的独特 当日落之后呢 它就会恢复成银色的状态 SV代表的是Special Echo 它是捷豹路虎 专门负责打造顶级车型的一个部门 所以当你在路上看到这样的一部蓝圣的时候 你就会意识到它跟其他版本的蓝圣是不一样的 还有它更多的亮点其实是在车内 我们上车 坐进车内呢 所有的座椅的颜色包括试版 全部也都是可以自己选的 那么跟这辆车的浅蓝色的外观相呼应 它里面就用了比较深沉的湖蓝色 拼上乳白色 包括我们后面这些皮质的刺绣 或者是材质 你都是可以选的 甚至呢 如果是企业用车 比如说我们买了一辆这个蓝圣的SV 可以选一个DJ Cars 磁绣在后面都没有问题 后排呢 还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小桌板 它可以自己升起来 包括这边也是 慢慢升起来 后面还会有一个冰箱 而且它后面的腿部空间 包括它座椅躺倒的角度 我觉得都蛮舒服的 还有这个头枕 这台呢就很适合作为老板作家 但是如果想更运动更刺激一点的话 我们就去看看另外一台 蓝圣运动版SV 再说注目的是全新蓝圣运动SV EDITION ONE 那么这一部车呢 它是全中国限量15台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亮面的 有一点银加金铜色的这个颜色 同时呢 这部车它有十次处都用到了碳纤维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舱盖 都是碳纤维的 下面藏着的就是4.4升的 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么大一辆车它的百公里加速 可以做到3.8秒 那么就是跟它整车的减重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非常显眼的是它23英寸的 一个全碳纤维轮毂 一个轮毂可以减重9公斤 那么四个加起来就可以减重36公斤 Brambo的这个刹车卡件 也是非常的醒目 它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子 十字的一个结构 然后八活塞的刹车卡件 那它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呢 就可以让它的面积更加缩小 同时它的重量也更减轻 也为这个黄下减重 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所以它这辆车 整个黄下的重量 是减轻了70公斤 我们常说黄下一公斤 相当于黄上10公斤 所以整车的这个运动性能 包括它跑起来 肯定是更加的灵动自如 来到车内呢 我觉得它这个挡杆非常吸引我 它是陶瓷的材质 然后手摸上去凉凉润润的 非常的爱不释手的感觉 另外它这边你看这个饰板 也是碳纤维的 高级当中有一种精致的运动气息 还有它的整个的座椅 也是这种赛车的筒型座椅 因为这辆车它其实用到了这个6D的底盘呢 在它的抚养和侧倾方面的抑制 其实表现会非常好 当然我们可能要上赛道才能感受到 这么大的一辆运动型的CUV 它开起来在赛道里面的那种 像赛车一样的游刃有余 我们下期再见